近日,肖战酷帅着装出发澳门,再度引发了众人的关注与热议。 在百忙的工作之中,肖战抽出宝贵的两天时间参加了北京的红装晚会, 而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澳门出席大湾区的晚会。 他的行程紧凑而忙碌,却从未有过一丝抱怨与懈怠。 他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勇士,为了艺术,为了梦想,不断地奔跑着,奋斗着。 不出意料之外的,肖战又遭到了很多私生和带拍的近距离对脸围堵。 这一幕实在让人心疼不已。 肖战一直被称为机场的神,每次现身都酷帅十足, 他的穿搭总是能引发大家的热烈关注。 此次,一身黑的搭配,净显他的时尚品味与独特魅力。 让人比较意料之外的是,肖战穿的是大短裤。 网友们纷纷评论道,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凉了, 看来肖战的自带的毛裤保暖效果是不错的。 毛线帽把头发包得一丝都不外露,帽子,墨镜,口罩,耳机, 这已然成为肖战机场型的标配。 肖战家的粉丝是禁止送鸡接鸡的, 真正喜欢他的粉丝并不会到机场去围堵他。 即便偶尔遇到了,也只是远远地看着, 并不会近距离地打扰他。 因为他们懂得尊重,懂得珍惜。 他们知道,肖战需要的是空间,是宁静, 是能够让他专注于艺术创作的环境。 但是,这些规则只能限制得了真正的粉丝, 却限制不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赶上的路人也好,蹭热度的待拍也好, 没有底线的私生也好, 这个规则对他们来说似乎毫无约束力。 此次出发澳门, 肖战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艰难地前行着。 隔着墨镜,我们看不清肖战的表情, 但我们可以想象, 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无奈和愤怒。 这些无端的围堵, 不仅给他带来的困扰, 也影响了他的心情。 然而,肖战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他依然坚定地向前走着, 用他的坚强和勇敢, 面对这一切的挑战。 此次肖战赶赴澳门, 让粉丝们倍感惊喜。 临近年末, 各大平台的活动风生水起地办了起来。 作为内鱼的超级顶流, 肖战在百忙之中也还是要参加几场的。 粉丝们对于肖战的每次舞台都是分外珍惜。 近几年来, 肖战的工作重心是影视表演, 他用一部又一部精彩的作品征服了观众的心。 然而, 舞台上的肖战同样令人难以忘怀。 他的歌声清澈动人, 他的表演深情投入, 他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魅力和魔力。 舞台上的肖战, 真的是且看且珍惜。 大湾区的晚会, 肖战去年就已经参加了。 一曲, 潇洒走一回, 赢得了当场晚会里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那一幕, 至今仍深深地映在人们的脑海中。 大家特别关心的是, 今年肖战又将以怎样的舞台造型和表演曲目和大家见面呢? 目前, 半个娱乐圈的人都已经到达了澳门了。 这场晚会是全世界华人都很关注的晚会, 是港澳台艺人的一次大聚会。 两岸三地很多知名的艺人都将出现在这次晚会上。 而肖战, 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存在。 肖战,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他的每一个作品, 每一个角色, 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故事和情感。 他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外表, 更在于他的内在品质。 他善良, 真诚, 谦逊, 努力, 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偶像。 他的存在就像一束光, 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 他的声音就像一股清泉, 滋润了人们干涸的心灵。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肖战用自己的坚持和勇气,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 有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他让我们相信,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还有真正的美好和价值。 让我们一起期待, 肖战在大湾区晚会上的惊艳亮相, 一起见证他的辉煌时刻。 让我们为肖战加油, 为他的未来喝彩。 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难, 我们都将与他一起, 坚定地走下去。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我们。 你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世界里, 让我们一起携手前行,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娱乐圈的浩瀚星空中, 肖战如同一颗最为耀眼的星辰, 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光芒。 每当他出现, 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明亮起来, 人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 心中充满了惊叹与赞美。 而这一次, 面对肖战, 我再一次刺穷了, 因为他的光芒实在太过耀眼, 让人难以用言语来完全形容。 北京这一夜, 注定成为无数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如同天类之音, 让多少人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那温柔的旋律, 深情的演唱, 仿佛带着一种神奇的魔力, 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连新华社都忍不住下场发文, 月华流转, 把浪漫拉满。 每一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都是万家灯火的点滴温暖。 论起会夸, 还得是官媒啊。 肖战用他的歌声, 为这个夜晚增添了无尽的浪漫与温暖。 而肖战也真真诠释了, 什么叫有效曝光。 在这之前, 很多人都不知道北京论坛晚会的性质。 毕竟, 这是官方主办的文化交流类活动, 属于特定人员参加, 本就小众, 也非娱乐性。 主办方没有任何预热, 仅仅荡日官宣今晚有肖战。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消息, 却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巨石, 瞬间激起了千层浪花。 全网炸开了锅, 人们纷纷纷奔走相告, 期待着肖战的精彩表现。 事实证明, 北京卫视的选择太漂亮了。 晚会上, 肖战是唯一的独唱表演。 在他出场前, 收视率还处在0.18区间位置。 但等到他演唱的过程, 收视率直接来了的大爬坡达到0.28, 创造了整场晚会的最高收视率。 可见, 很多人都是为肖战而来。 舞台上, 他全开脉深情款款的演绎, 把《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出了独有的情质韵味。 他的歌声温暖到了每一个人的心, 仿佛一缕阳光, 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 连很多外国友人都经不住夸赞人帅, 歌唱得好。 肖战演绎的这一场活动, 再次登上热搜高位, 他的国际影响力一次次被实证。 所以吧, 演员真的无需过度曝光。 只有专注本分, 提高业务能力, 用作品打动人, 才能辐射到方方面面。 肖战就是一直努力修炼内功, 在自己的赛道里不断精进。 他不追求一时的热度, 而是脚踏实地, 用心去塑造每一个角色, 用真情去演唱每一首歌。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再加上过硬的口碑和人格魅力, 肖战才一步步走向主流的这条敞亮大道。 他的善良、 真诚、 谦逊、 努力, 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偶像, 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他的每一个作品, 每一个举动, 都充满了正能量, 激励着人们,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大湾区晚会又要来了, 还是有肖战。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大家一起跟上吧, 每天都像在享受满汉全席一样, 吃得太好了不是吗? 肖战就像一道美味佳肴, 让人回味无穷。 它的存在,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滋养和慰藉。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在黑暗中找到了方向。 你的故事将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难, 我们都将与你一起坚定地走下去。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他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他用心血, 铸就的艺术瑰宝。 他的每一次表演, 都是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他的成功, 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他让我们相信, 只要有梦想, 有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让我们一起期待, 肖战在大湾区晚会上的精彩表现, 一起见证他的辉煌时刻。 让我们为肖战加油, 为他的未来喝彩。 愿肖战的光芒, 永远照耀着我们。 愿他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 愿他的人生越来越精彩。 在这个星光异异的夜晚, 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 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 照亮了首都的夜空。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 市政府共同主办的这场文化盛会, 不仅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艺术精英, 更通过丰富多彩的节目,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在这场艺术的盛宴中, 肖战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 将《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首经典曲目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浪漫与温暖。 一、月华流转,浪漫满意。 当舞台的灯光渐渐暗下, 一束柔和的光柱聚焦于舞台中央, 肖战身着优雅的白色西装, 缓缓步入观众的视线。 他的出现仿佛一阵清风, 瞬间吹散了夏日的燥热, 带来了一丝清凉与宁静。 随着音乐的响起, 肖战轻轻开口, 那熟悉的旋律和歌词, 如同一股暖流, 缓缓流入每个人的心田。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肖战的声音温柔而坚定, 每一个字都饱含深情。 他的演唱, 不仅是对这首经典歌曲的致敬, 更是对爱情, 对生活的一种美好诠释。 在肖战的演绎下,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它不再仅仅是一首情歌, 而是一段关于爱, 关于温暖, 关于陪伴的动人故事。 二, 万家灯火, 点滴温暖。 肖战的演唱, 不仅仅是一场艺术的表演, 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在那一刻, 舞台上的灯光仿佛化作了万家灯火, 每一盏灯都代表着一个家庭, 一个故事, 一份温暖。 肖战的每一句歌词, 都仿佛是在诉说着 这些家庭中的点点滴滴, 那些平凡而又真实的幸福瞬间。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当肖战唱到这句时, 现场的观众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他们闭上眼睛, 静静地聆听, 感受着这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感动。 在这一刻, 他们仿佛忘记了所有的烦恼与忧愁, 只剩下这份纯粹而美好的情感在心中流淌。 三, 艺术盛宴, 文化交流。 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 作为一场艺术的盛宴, 不仅展现了肖战等艺术家的才华与魅力, 更是一次文化交流与展示的重要平台。 晚会以天涯共词时为主题, 通过精心策划的节目, 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与现代艺术的创新精神完美融合。 在音乐、 舞蹈、 戏曲、 杂技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中, 观众们不仅领略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更感受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肖战的演唱, 作为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 更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四, 肖战现象, 全球瞩目, 肖战现唱, 月亮代表我的新的消息一出, 便引起了全球粉丝的热烈反响。 在社交媒体上, 锦号肖战, 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 锦号, 锦号肖战月亮代表我的新锦号等话题, 迅速攀升至热搜榜前列, 阅读量更是突破了1.6亿。 不仅如此, 肖战的演唱, 还在全球范围内,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泰国, 越南等国家, 肖战的演唱视频, 登上了当地的趋势榜首。 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他也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和好评。 中国日报, 北京商报海外版, 中阿卫视等多家媒体, 纷纷发布了肖战相关活动的新闻和视频, 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这一切, 都充分证明了肖战作为一位国际艺人的实力和魅力。 他的音乐, 他的表演, 他的形象, 都深深地吸引着全球观众的目光和心灵。 5. 展望未来, 无限可能。 肖战在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上的精彩表现, 不仅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和赞誉, 也为他未来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艺人, 肖战不仅在音乐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 在影视、 综艺等方面也有着不俗的成绩。 未来, 肖战将继续以他的才华和魅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 他将用自己的音乐和表演, 传递更多的爱与温暖,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和力量。 同时, 他也将继续积极参与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 为推动中华文化的走向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场乐华流转的浪漫盛宴中, 肖战用他的歌声点亮了万家灯火, 让每一个听众都感受到了爱的温暖与力量。 他的演唱, 不仅是一场艺术的享受,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让我们期待肖战在未来的艺术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